比如赵苏的问题我觉得特别好解决 你觉得那个戏能红吗 跟你们讲你们的戏肯定没我的戏好啊 你们留在这里 你们未来就是我的男女一号 我们还是希望你们来最后选择演技派 你看他的选择有多难 我给他看他的桌布嘛 To be or not to be 可惜啊 你要走啊 我觉得蛮可惜的 我可以毫不委员地说 你是一个这个95后非常出色的一个演员 剧组是因为已经签了合同了 就是工作 问题就比较现实 我赔不了每月金 对 所以说我必须对剧组 每一个人负责 我也得对这个项目负责 演员其实有很多时候 我们已经 从剧组方面沟通到节目组方面沟通 白天拍戏晚上过来录节目 但是很多东西都就没有办法协调了 直到我们为了一条时间 这个事情 双方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了 所以如果我们砍在这 纠结在这里的话 对你 对节目组 对于剧组 其实对于任何一方 都没有特别好的好处 所以现在就是没有办法了 是吗 一点办法都没有 已经把剧组那边时间 已经把剧组那边时间 就是每天的出工时间 已经比之前延长了很多了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还是不能调 调不了 可是我觉得这样的话 就是所有老师都会 觉得我很奇怪 我也全力地去跟剧组去协调 跟节目组协调 但是两边的时间 现在撞得死死的 说你一个女一号 基本上不可能 对啊 你一个女一号一走 大家基本上都面临着停工 我觉得要不然这样吧 就是我们 就是再去调一下一个时间 就像之前那样 就是有白天拍戏 然后晚上再赶回来这样 就是再试一下 就我们为了上次 录之前的那个 你连着转了三十多个小时 那对你来说 压力真的非常非常大 因为我觉得 对于我来说是一个 特别好的一个 去展现演员 展现赵物思一个过程的 一个最好的地方 那我们剧这边的合同 是潜在线 我们要有七月精神 而且剧那边 已经拍了那么多天了 那我们肯定说 只能节目这边 我们选择退出 然后后面再看 就是那天是拍戏 然后拍完戏 录综艺 然后录到一点 然后回去拍照片 到四点半 然后五点出工 那天是拍戏 然后再看 就会说 那天是拍戏 然后再看 就会说